各位同学,我们来到2022年DHCMMASYPAPER1的第12条 有一个圈子 你可以继续中心 我先继续中心,中心应该是G G的座表,我先继续中心 因为它要找XGH的长度 H的座位是6548 它的数字也比较大 不知为什么 G的就是154 over 2,即是77 和128 over 2,即是64 顺便计R,因为R方便 我相信是有用的 77二次加64二次,减224 按下来是99,真是很久 77,64 H的座位是这个 所以HG 按下来是HG 我认为是送分的 77-65 2次加 48-64 2次 开方之后,可以计算是20 20是暗地里的 暗地里,就知道H的座位是在圆形 至于有没有用,我不知道 我写下来是用另外一种颜色笔 因为有些颜色 重叠了 65 48 好 然后它告诉我,P那点 座位是在圆形上 即是在圆形上 P 那便移动 如果它说要一个 Triangle G,P G,H,P 是最大的 什么时候最大的呢 一个这样的三个形 其实你发觉这个长度是确定的 底部 其实你长度 最长的时候 转转转转到 刚好成直角 当然一转来成直角 就是这样 我先拆掉它,我先拆掉它 所以P那点座位 一定要是 黑色笔深一点 P那点是这样的 这个是直角 这样就会最大 好了 最大的时候 所以我刚才说 我计算了半径有用 所以这就是99 几九 那它问它 Describe它的 Geometric when 它的 Geometric relation Between G,H,G,P G,P不是你家里有电芯G,P 是 它那个数值的G,P 所以Geometric relation 就是G,H P,G,P 搞定了 好了 最下一个 那它要找个Permitter 周界 就是这个周界 在这个Case上周界 留意这个20 我刚才计算了 这个99 这个是直角三约 所以周界是Permitter 是 加20 再加开方 99 二次 加20 二次 算到 你自己按几按 220 我希望不会计错 计错了 我便大事了 我便要再post 好 多谢各位同学 去到这里 请订阅 Dr.KDU 这个channel 多谢各位同学